你们经过几次 应该之前的作业应该有知道 那个GEMOBI的注解功能了 那其实我的作业我都会设计成 你可以把那个题目 跟你的那个回答的结果 注解在这个GEMOBI档案里面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来 跟我的对照影像一个一个来看好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在认识 这些几率分布的机会 你们之前的统计课都没有 你们都没有学过几率分布 不过是真的没有学过不要客气 因为老实说我就是我有一个非正式的调查 全台湾教统计的老师可能超过七成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超过一半的老师 都是直接跳过几率 就直接讲推论统计 那那个会让学生会非常的无所适从 就看那个我们光是我这样试堂 我这样子试着改变都还是有同学感到很困难 就知道这个造成的问题有多大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就是至少同学今天做我们检讨完就是最后 你可以感官 有机会可以跟别的同学好好的谈 好好的说 只要认识几率统计你就不用怕 OK来你们先看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你们的作业的话建议就是尽量照我的题目的顺序 来一个一个做下来 好所以我现在来看这个二项分布 好那我这边我直接把我的表格设定都打开来 那你们可以看到因为我这里有问题问的是 那个由这样的二项分布 它的分布期望值相差累积几率 34%的最大量数跟最小量数各是什么 这个算是一个那个初步的开定 那个上次我的示范也是大致就是示范这样的做 这样的一种做法 好首先你们先对照一下你们的参数设定 好先看这个 Parameters在这边参数设定应该对吧 好这应该没有 这应该不容易不容易错 对不对 那重点是下面 其实你们可以看我的问题只要是问 那个是后重点是问那个量数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你就要看的是这里 Computer Quantities 这个是那种问累积几率 就是要勾左边这里 有的等一下我们也看到 时候你要看量数是什么 也是要对照累积几率 OK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他说我这里是问那个期望值 所有的几率分布都一定有期望值 好那这可以从那个Synth Theory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开一下Synth Theory的网页 来做个对照会比较好 我们来看二项分布 你们应该有注意到 在Synth Theory这里 它是都有一个表格 每一个几率分布都有一个表格 它一定都是说 这个几率分布的平均值 也就是期望值是什么 还有变异数是什么 好那你们看到他这边写的NP 好那如果说对应到我们这里的 它的这个期望值就是20 就是它的这个N就是Size Probability就是那个试验的P 20乘以0.16 大约是3 也就是那个它这边那个 那个次数跟柱状图最高的地方 OK 好这期望值 那这边那个在这个Distribution Action 这个模组呢 它有一个蛮人性化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有两种的那个计算量数的模式 它预设是这个 那这个也是最常用的 这个这个叫做这个全名应该叫做 根据这个分配分布的期望值为中心 王左加王右的累积几率 所以我这里题目问的那个相差累积几率 就是说从这个期望值王右跟王跟王左各百分之三十四 因此我这边写的是0.68 这里面有写对吗 没有 好不然是你们就助解 建议在就在你们这边 在那表格上就注解说 你为什么不知道 好现在主要是我在跟您说明 你们只要看到这个相差的累积几率 意思就是指的是 像是那个C in Theory的 这个上次我已经说明了 这个橘色这条线叫做累积几率函数 那它其实在distribution action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指的是 我从某一个量数到另一个量数之间 总共是占这个几率分布的多少百分比 在数学上是用每基去算 那在实物上我们通常就是说会去根据我们需要去切某一段出 那切的方式就是说 是我们会有两种切法 一种是根据累积几率切 另外一种是根据某个量数 通常特别是都是讲以期望值 跟期望值相差多少累积几率 因为我这边有特别讲相差累积几率 百分之三四的最大量数跟最小量数 也就是说我要你们能够想到 比NP小百分之三十四 跟比NP大 大百分之三十四的 在这里就是N乘D是三 比NP小百分之三十四 比NP大百分之三十四的 那这边你只要输入0.6 因为左边右边百分之三十四加起来就百分之六十八 对不对 那所以你这边首先就已经算出来了 你这边就已经可以标出来了 那如果要再更清楚 你可以搭配 你们有操作这个的话 可以把这个Computer Probability这里点起来 然后呢 你们这边改选这个最后一项 然后呢把这个X1跟X2改成这个上面的 本来上面不是0.68的时候 有那个2跟5 对不对 OK 好 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像那个CinTheory的那个累积几率函数的一部分 OK 你们现在可以加一个 这个算是补充这一题 借这一题说的一些补充资讯 你们可以做一个对照 就是这里就是算累积几率的这个部分 你们把这个两个 刚刚我们透过算那个期望值左右边的差百分之三十四的部分 得到了两个量数2跟5 现在我们把这里勾起来 然后把2跟5输进去 然后你们我们会发现 它这里着色的区域 它大约是0.766 但是比只比0.68大一些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量数 缩到2跟5 就你比如说你改成3跟4 Properability就会 这个Properability就会小于0.68 不过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边是0.766 因为关键在于说 它的本质是 这个二项几率分布 它是一个间断几率分布 这个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 这个Sign Theory这边来做个解说 它是一个融化的 。 它是3 就是3 一层面的 第1个 我们要看到